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現在外面下雨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到一點水聲 雨聲 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避不了 其實Sony A6400 推出了市場已經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但為何到了現在這一刻 出了A6600和A6100之後 它依然這麼受歡迎 這麼有市場價值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對焦速度又快又準 連白速度又快 又有動物的IAF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反螢幕 但很可惜的地方就是 原裝的ColdSuit位 你放了麥克風上去 然後FlipMone 完全是會擋住了螢幕 變成反螢幕是沒有了撞的 所以今集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五件令到A6400 接近完美的必買配件 第一件事就是用來彌補A6400 天生的先天缺陷 就是用了麥克風之後 反螢幕會看不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外接一個ColdSuit給它了 我今集和大家介紹的是 UU RIG 出的A6400 專用的ColdSuit 而這個UU RIG的ColdSuit 不要帶它這麼小便宜 其實它的用料是非常硬正和紮實的 用料亦都相當有質感 很漂亮的金屬來的 不是爛膠來的 最重要的是在你拍Vlog的時候不用這麼尷尬 你又要反螢幕 有時候你又想按螢幕 然後你的麥克風就大又阻礙了 這樣就很白癡 所以這個小小的配件就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價錢亦都非常非常便宜 9.9毫美金就可以放得到 好來到第二件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一個Cage 如果有看我的攝影器材介紹的影片都知道了 Cage對我來說是很必須的 無論是HS也好 或者是最近的BMPCC 4K也好 我覺得一個Cage對於我們開工 或者什麼來說都是非常之必須的 但是大家可能會說 如果我已經是有一個ColdSuit 我又不是拿來開工的話 我的Cage有什麼用呢 其實老實說真的沒什麼用的 如果有些朋友他買了A6400回來 有時候不單止是想記錄他生活上面的東西 有時候或者也都要幫公司記錄一下你的活動 或者你真的想拿來 可能是接拍一下小小的製作 可能是幫你朋友記錄分禮的話等等 這個Cage就很重要了 大家看到我現在這個Cage 除了我可以有加HANDLE 有加螢幕 這裡有一個ColdSuit位 又可以加GMI 之餘我亦都可以加Magic Arm上面 所以我們看到我可以加兩隻螢幕 在這個時候 有時候我們去做一些固定機位的拍攝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要有一個助手幫你去跟Focus 或者怎樣的話 就可以勾多一個螢幕出來 給你的助手或者客人去看 重點就是這個Cage 一樣是U-U-Rig出的A6400專用的Cage 那它用料紮實之餘 最重要是什麼 又輕又便宜 還有它同一時間 亦都是對你的相機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保護 你萬一不小心掉落地下的話 撞到的一定是每一個Cage的邊邊位 一定不會是你的相機 所以如果你用Cage除了可以增加你對於其他器材的擴展性靈以外 最重要就是可以保護你的機器 那價錢亦都是非常非常便宜 這個U-U-Rig的A6400的Cage 一個是美金39.95元而已 那所以其實真的很便宜 你當它40元美金 是我覺得暫時來說 那個價錢最便宜的Cage 那當然有些朋友都可能會想買 脫頭或者SmallRig 都沒有問題的 做得暴力的觀眾一定是會有著數的 所以我亦都是有同廠商去爭取一些優惠 雖然優惠不多 因為它本身價錢都很便宜 那我就爭取到有5%的折扣給大家 大家真的有需要去購買U-U-Rig的產品的話 就可以用我這個Code去做購買 真的需要才購買OK 好啦 講了一大堆剛剛以上那兩個產品的話 你如果不是要用一支咪的話 剛剛那兩個產品對你來說 真的可能沒什麼用的 正所謂你如果有一個Cose 你不用用咪的話 我用什麼要再加一個Cose 我直接這樣拍 拍照已經OK 那所以第三件事就是介紹咪 很多人都會說咪我一定是用Row的 沒錯 暴力都有用Row的咪 我是由Row的V-Dial Mic用到V-Dial Mic Pro 再用到V-Dial Mic Pro 我都算是Row的忠實粉絲 但是我最近發現了另外一款 比Row的性價比更加高 而且又便宜又抵用功能 亦都是 Sound Quality 亦是非常好的 就是這支Diality V-Mic Dial Mic Pro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支咪 其實這支咪我已經用了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 無論是我去拍電影Making off的時候 或者是普遍一些訪問的時候 我用來做reference Sound Record 的reference 我都是用這支機頂咪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指向性非常之好 超心形的指向性 它的範圍是很集中的 另外就是可以有不同的Low Pass的filter 有75Hz 有150Hz 所以是可以因應不同的時候 譬如是外面風大聲 或者是冷氣聲等等 你可以做了filter的功能 然後它亦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音量的調節 你可以直接在咪上做音量的調節 而且它有油壓的控制 所以是可以很順暢 很滑 很Smooth的去控制你的音量 這個我也都很喜歡 另外它有待機的功能 你可以開了咪之後 你只要不開著你的相機 它就會是一個待機的功能 你開著你的相機 它就會自動開著咪 那就以防什麼呢 以防你有時候真的roll機了的時候 但是你忘記開咪 令到你原來那段影片 是沒有錄到聲音的 所以我覺得這支咪很棒 還有一個很重點很重點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腦 或者手機直接錄音 不需要任何的driver 不需要任何的錄音設備 就可以做得到 很棒 大家平時看我的vlog 或者我開箱 聽到的聲音 全部都是來自這支咪 現在是例外 現在我用的那些wildes咪 所以我個人是很推薦這支咪 它另外一個很驚訝的功能就是 它有內置的電池 不用像video mic pro 你要換電池 它支援type-c的充電 只要充兩個小時 你就可以連續使用50小時 是50小時 連續使用 它是開機錄音的時間 待機的時間 說真的 我已經一個月沒有差過它 一個月沒有差過它 因為我不是每天都用的 就算是在使用 可能是一個多兩個小時而已 所以是很耐用 很值得用 再加上它的造工是很好 整支是金屬 不是那些爛膠 即是你看到roll的咪 它在開關等位置 全部都是膠 但它這支東西 整支都是金屬 而且它也有一個避震架 所以防止你拍攝的時候 拿著的時候 會製造一些其他聲音 所以這東西都是很好的 最重要是什麼 價錢很便宜 這支東西香港我見是賣 在Price 香港我看是1580元 現在roll出那支NTG 那支NTG 我跟你說真的照抄它 所以那支我完全不會考慮 因為這支已經真的非常好用 好啦 有好的相機 就必須要有一支好的腳架 去支援你拍攝 有時候無論我們去拍旅行的好 記錄一些生活的事情也好 我們都想會有一些自拍的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的Vlogger 或者YouTuber 就會用我手上這些Joby的搭走魚腳架 不是不好的 是好用的 但是用久了 你看我這支 軟的軟皮蛇 比公園的阿伯 所以這支我已經是淘汰了 後來我又買多了這支3K版本 當然是紮實很多 新買的 但後來我看到有另外一支 我買了之後 這兩支腳架我真的完全沒用過了 就是我手上這一支Switch Pod 如果大家有看過Peter McCannon或者MKPhD的YouTube 都會知道這支腳架的存在 它很帥氣 金屬腳 很紮實 快速 不需要像八周的腳架一樣 你又要怎樣咬它 怎樣設好它 才可以動在這裡 不用的 完全就是 只要你 打開它 就可以放在這裡使用 很快速方便 收的時候都可以很瀟灑的 但是 一個這麼好的腳架 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呢 是好用的 但是它要改裝才能達到這麼好用的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我未改裝 我現在手上這一支 我已經是經過我的改裝了 未改裝之前的話 我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我拍B-roll的時候 有時候 你看看 動一下動一下 他的腳就要頂爭卡了 你拍一下B-roll突然頂爭卡 你不就說不尷尬 改裝的方法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去鴨記買兩粒很小粒的磁石 最小粒的就行了 薄薄的 然後用AA膠 將它黏在中間這支腳兩邊的位置 它就可以加強了它的磁鐵功能 其實它本身有少許磁石功能 但用久了 中間這個膠位鬆了 你明白嗎 其實現在也是鬆了 就令到它很容易 你沒有握好情況之下 它會頂爭卡了 加了磁石之後 你就可以令到它 矜持一點點 不要更容易頂爭卡 或者是不會頂爭卡 而且加了這個磁石之後 變相是加厚了一點點 我覺得握感是好了 本身它很薄的話 握下去沒那麼舒服 但加厚了之後 它的握感就很棒了 我是很建議大家做這個改裝的 改裝完之後 這支腳架就完美了 我覺得 這支腳架的價錢就貴一點了 750元 但是它都比8爪魚的5kkit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支腳架 我個人是挺推薦的 波頭方面呢 我用了Joby的那個波頭 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波頭的 你可以用不是Joby專屬的這塊Play 你可以用其他的波頭 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是up to you的 好 來到最後一樣 我們經常都看到別人的相機 會有這顆紅色的東西 到底這顆紅色的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就是Pete Design的 相機帶的一個快刷扣 那我最後一個要介紹的產品就是相機帶 因為你不可能不用相機帶 不是吧 方便我們兩人拍攝 或者我們周不時要拍攝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一條相機帶掛在身邊 那我要介紹的相機帶就是我手上的 Pete Design的Slash 為什麼我會介紹這一條 不是介紹SlideLights或者Slide 因為SlideLights和Slide 我覺得太大條了 如果針對一些微單 例如A6系列的話 我覺得這一條已經是非常足夠了 都是一樣是這麼好用的 都是有這個快刷扣 很快速你就可以把這個相機帶扣到上面 十分穩陣 而且你脫下來也是非常快速 按了它出來一拔它就掉了 所以也是很方便的一個相機帶來的 它可以有一個快速調整的功能 和Slide的系列一模一樣 只要你拿著中間這條帶 你就可以縮短了這條相機帶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相機帶也是相機帶 為什麼不一定要用它 我不一定要調長度 是的 你這樣想是沒錯的 相機帶之所以必要 就是有時候我們拍片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它的速度 很自由地縮到最短 很快速縮到最短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 勒緊了這條頸 增加穩定度 去拍一些Pan 2 shot 或者一些Track shot 可以增加穩定度 除了可以掛在頸上用之外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掛著它 那你就可以很穩定地 去做一些Hand Hale的鏡頭 或者一些Low Angle的鏡頭 所以一條相機帶 其實是很必須的 我個人就是建議用Pit Design這一條 便宜的 三百多元已經有交易 不用一定要買Slide那些 幾塊水 貴貴的 這條已經可以複裏到的需求 而且最重要是適合我們的A6400 以上就是我對於A6400 用了一年之後 我覺得是必須要購買 而可以令到你這部A6400 接近完美的配件 同場加應多一個配件給大家 如果你有些朋友 或者你本身是用Canon的EF鏡頭 你就可以購買這個Mine 這個Mine是帶來的 我也是買二手的 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五百多六百港幣 它有一個好的功能 它是一個Speed Booster 什麼是Speed Booster 除了它可以將EF鏡頭 轉到我們E-Mine的鏡頭之外 它也可以將光圈加了一級 忘記了加一級還是兩級 總之它可以將2.8的光圈變成2 是不是加一級 加一級 加一級 應該是加一級 忘記了 Sorry 也可以將APS-C的Sensor 接近Full Film的Sensor 因為它是0.77的放大率 所以可以令到你這部機 APS-C接近Full Film的焦距 如果你真的以拍片為主 這個是可以幫到你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購買 或者可以選擇不購買都沒有問題 但剛剛我以上講的五個 如果你是平時喜歡拍一些生活 旅行 或者去拍一下貓貓狗狗 記錄一下你們家庭的片段的話 再者 你亦都有可能會幫公司拍一些 Event的片段 或者是你想去幫朋友拍一下 Reading 再拍一些小小的Case做法的話 Cage都很吸引你的 好啦 以上的分享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記住啊 剛剛所說的配件 無論是A6100 6300 065 06600 都通用的 只不過是Cage Cold Suit 你要找回相對應的Model 其餘的全部都會用的 好啦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大家聊聊聊一下 了解一下 好啦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你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Follow我Instagram 然後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